清明节是中国最重要的祭祀节日 也是人们清静自然 踏青游玩 享受春天的节日 清明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 是为了纪念忠义之士 借子推而设立的寒时节 清明节的日期在每年公历 4月5日前后 是一个自然节气点 也是传统节日 清明节的主要习俗有 扫墓祭祖 插柳 放风筝等 扫墓祭祖是表达对先人的敬重和怀念 也是弘扬 孝道亲情唤醒家族共同记忆的方式 插柳是为了纪念农士祖师神农士 也有预报天气 驱邪避凶的意义 放风筝是一种民间传统游戏 也有送走厄运 祈求平安的寓意 清明节不仅是一个肃穆的节日 也是一个欢乐的节日 在清明时节 大地呈现春和景明之象 万物生机勃勃 正是郊外踏青春游的好时机 踏青时 人们可以欣赏到 各种美丽的花草树木 其中有一类特别引人注目 那就是多肉植物 多肉植物是指 具有多肉至今获叶的植物 能够储存大量水分 在干旱环境中生存 多肉植物有很多种类 形态各异 色彩缤纷 有的像花朵一样美丽 有的像动物一样可爱 有的像宝石一样闪亮 多肉植物不仅外观吸引人 还具有观赏价值和药用价值 多肉植物原产于 非洲 美洲 亚洲等地区 后来被引入到中国 并逐渐成为人们喜爱的 盆栽植物 多肉植物在中国 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在古代被用作药材 香料 观赏等用途 在现代 多肉植物更是成为了 一种流行的养殖爱好 许多人喜欢收集和培育 各种多肉植物 并将它们制作成 精美的寄生植物 或创意摆建 清明节与多肉植物 看似没有什么关系 但实际上它们都体现了 中华民族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和热爱 清明节让我们缅怀仙人 感恩生命 多肉植物让我们欣赏 自然的奇妙和生命的力量 清明节是一个适合赏花的季节 而多肉植物也有许多品种 能够开出美丽的花朵 例如 仙人掌 景天 石莲花 虎皮兰等多肉植物 都能在春天或夏天 绽放出各种颜色和形状的花朵 给人们带来视觉上的享受 有些多肉植物的花朵 还能散发出香气 如玉露 金钱草 鹅高菜等 给人们带来嗅觉上的享受 清明节是一个适合种植的季节 而多肉植物也是一种容易种植的植物 多肉植物不需要太多的水分和养分 只要有充足的阳光和适宜的温度 就能生长得很好 多肉植物也很容易繁殖 只要将精或叶插入土壤中 就能长出新的植株 多肉植物还可以通过架接 牵插 播种等方式进行繁殖 创造出更多的品种和形态 清明节是一个适合祭祀的季节 而多肉植物也是一种适合祭祀的植物 多肉植物有着坚韧和顽强的生命力 象征着对仙人的敬重和怀念 多肉植物也有着美丽和优雅的外貌 象征着对仙人的祝福和感恩 多肉植物还有着清新和芬芳的气息 象征着对仙人的思念和寄托 清明节与多肉植物之间有着微妙而深刻的联系 它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在这个春暖花开生机盎然的节日里 让我们用多肉植物来表达我们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和热爱吧